哈囉大家好我是尼比塔 我是愛人的在屏東 說到屏東相信大家第一時間都一定會先想到墾丁 但是你知道嗎 在立左營高鐵站的不遠處 有個原住民的村落 整體的氛圍竟然有種置身在國外莊園的感覺 所以這次特別安排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行程 不是在地人估計也不知道可以這樣玩 我也是第一次體驗 來出發 首先第一站先來到的是屏東咖啡園區 想要來屏東咖啡園區 可以直接從屏東火車站 搭乘8235A直達車 大約是57分鐘 其實很難想像 咖啡跟原住民文化結合在一起 看到嗎 這是個咖啡館 因為我在要來這個咖啡館之前 我就發現它有一日的咖啡體驗 它不僅是從手烘咖啡 手沖咖啡 甚至是咖啡育苗 一整天的體驗通通都是配套好的 所以它等於是從生產到製作 都可以是一條龍式的體驗 當一日的咖啡農 所以今天的話我也是打算 要來沉浸在這個咖啡箱當中 就是等一下手烘咖啡的器具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好酷喔 沒有想像是 就是這樣子烘耶 我以為會是用裡面的機器 這是還沒有烘之前的咖啡豆 它長得好白喔 在還沒有機器的時代 其實都是用炒咖啡豆的方式做烘焙 然後從生豆開始翻炒 它會要多久 它因為可能10分鐘吧 10分鐘 然後獲得一包嗎 對 沒有啦 10分鐘 然後你就看到我開始在冒煙 真的耶 好快喔 你也趕快冒煙吧 趕快冒煙吧 趕快冒煙吧 從生豆開始翻炒到有爆米花的波波聲 就代表烘豆完成啦 那最後呢 還可以將自己烘焙好的咖啡豆 做成綠掛包帶回家 這又是一個殘酷二選一 我的跟老師的 沒關係 兩包我都可以帶走 接著是手沖咖啡的體驗 你看老師這個真的都超級高級的耶 哇我學起來之後 就可以回去孝敬媽媽了 送一杯好咖啡給我媽喝 這邊的話 杯子的話就是我們在地的咖啡 對 然後 這邊剛好好的 超香 好香喔 在地的咖啡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在地的咖啡的話 呃 品種這個地方的話 它大約有 差不多90%左右 都是以Tipica Tipica 是個品種嗎 對 品種 喔 然後來做種植 那其他的話就是 可能會有要 對 然後 哈哈 我剛剛吸一個太大力了 哈哈 然後我們粉的話把它倒下去 那今天準備的粉的話就是 呃 20公克的粉 嗯 對然後我們以 粉水筆的話 我們以1筆15下去去沖 從中心點 然後往外繞 從咖啡粉到水量的比例啊 都是手把手不藏私的教學 手沖的過程啊 講真的真的是耐心的考驗 以及核心的考驗啊 一個不小心就會跟我一樣 水珠沖太大 我要沖大圈還是沖小圈 對 這個是大四圈 就是要適合我的咖啡 老師你也來一點吧 喔 老師覺得如何 大師級的中法 可以 真的假的 你不能說唯心之話喔 可以 媽啊沒有 我自己喝喝看 嗯 我的明顯比較 苦一點點 對 然後香氣沒有那麼好 對香氣沒那麼好 對就是沒有香氣 那你剛剛還要問我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現在室內的吹冷氣行程結束之後呢 現在就是要先來去咖啡育苗體驗 但是今天天氣超爆好 世界好 為了可以培養出更多不同品種的台灣咖啡 會先將咖啡豆灌溉成小數結果之後 再將果實種子呢 一至三上培養出下一代 精品咖啡豆的品質 就這樣子從小嚴格管理 因為這小時候很大耶 幼苗咖啡豆 那可是豆呢 它會長這樣 然後它會再慢慢的 長成這樣 然後再慢慢的長大 這是結果之後的咖啡豆 我相信鏡頭前應該也很多人沒有看過 不要在那邊偷笑了 這是它的品種 別人種的有咖啡 上面都還有各自自己的名字 等等就有我的了 嘻 啊 啊 好 這個嗎 對 加油 老師沒有要救我嗎 啊 等一下 我是 這樣嗎 對對對 好 啊我可以這樣嗎 可以可以可以 也可以 你是不是要救我 每個人來都這樣嗎 對 好喔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我很努力耶 老實在是會捨不得的 這樣比較快下班 喔這樣比較快下班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這就是我的紅頂藝季 咖啡樹 嗯 三年之後再見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像是這樣子在傳承下一代咖啡幼苗的地方 我覺得很棒就是那是一個說不出來的感覺 然後剛剛自己親手摘種下去之後希望他們三年後可以好好的長大 然後剛剛回來這邊在咖啡園區附近啊剛剛老師這邊特別提到 它現在這裡有一個石板屋的建築師 專門蓋給之前八八風災的受災戶門 讓他們從山上的村落遷移下來 到現在一個臨時可以居住的地方 但是非常的漂亮 這也好值得拍照留念喔 那相信大家來屏東玩啦 一定不會錯過的一個景點就是 平安1936文創基地 從屏東火車站有許多公車可以直接抵達 路途其實也不遠 也能借電斧腳踏車喔 那接下來的屏東咖啡全國手沖賽呢 會在7月6號跟7月7號的時候 也將會舉辦在平安1936文創基地喔 那那兩天的話也有限定的文創市集 那在當下的話也有機會可以買到今年的得獎咖啡 所以如果大家剛好有安排來屏東玩的話 千千萬萬不可以錯過 好熱啊 然後咖啡啊除了用喝的之外啊 我昨天去體驗咖啡客的時候 那老師講的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咖啡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去做吃的料理 那就在平安的1936文創基地的這附近呢 還有一間評價非常高 然後以排灣族的原名咖啡料理為主的一間餐廳 身為吃貨當然就是要來去瞧瞧 咖啡還可以怎麼樣運用成特色料理 剛剛在餐前呢先送上來了一杯 小蜜酒 果然是原住民餐廳 這是等一下要玩一下在餐前先喝嗎 剛剛點的整桌原住民料理來啦 這看起來超奢華的耶 很像原住民宮廷料理 那這個炒飯啊一般來說都是用醬油下去做基地去做拌炒 那這個的話它是用咖啡原汁 他們自己特調的去做拌炒 我對咖啡炒飯實在太太太太好奇了 它裡面加的是鹹豬肉耶 它其實跟一般的炒飯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它真的就是少了醬油的鹹香 然後你在咀嚼的過程中呢 會慢慢帶出一個炭燒咖啡的味道 超酷 但它不是甜喔 就是你會有一個鼻腔內 會有一個炭燒咖啡味 咖啡加進去這個裡面 完全就是提升了這道菜的層次 然後我還有點一壺泰伍的太陽 它是就是剛剛試聞有一點酸味的咖啡 柑橘味的咖啡 哇超讚 然後它同時還是有附著咖啡粉 可以讓你在邊喝邊回味一下 你點的是什麼種的咖啡 就是這個 它酸味真的超夠 因為你在聞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一點柑橘的香味 跟柑橘的蒜 我本身是比較喜歡喝 有點偏酸的咖啡 或是加檸檬汁的那種酸 是咖啡本身就有一點酸的感覺 我超級喜歡的 然後這個 哇這是今天的重點啊 這也是咖啡雞湯 它上面漂浮的這個啊 它是咖啡果皮 超酷 看聞起來就超香的 先來試喝它的湯頭 是一個非常健康又養生的味道 然後我喝下去的時候 感覺我的感冒 或是我的生病 或是我的過敏都會好了 因為它有加一點人參跟紅棗啊 然後再帶出淡淡的一點 咖啡果皮的香味 雞肉超軟嫩的 我的天啊 這雞肉超嫩耶 這雞肉未滿18歲吧 咖啡奶酪啊 是原本的白奶酪 再加上咖啡原汁 然後最後再灑上一些杏仁豆 迫不及待 看看這個漂亮的色澤 欸它這邊 喔這邊是已經滲透過去了 已經滲透進裡面 滲透進我的心 這裡面這還是白的 來試試看 看看這個短幽幽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通常看到奶酪 他們外面不是都是用果醬嗎 我第一次看到奶酪是夾在咖啡裡面的 嗯 它咖啡糖漿超好吃 然後配上奶酪 它奶酪本身是沒有太多 太多甜味的 所以說它再加上那個咖啡糖漿 有點苦甜苦甜的感覺 整體是一個 我跟你講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達人的甜點 小朋友吃的那什麼奶酪 果醬奶酪 我終於也可以競爭成為可以吃苦的人了 這個是原名套餐 裡面有山豬肉啊 跟一些原住民的傳統美食 荷葉的味道超香的 然後再來配上 他剛剛說開 開始前其實你就應該要喝的香蜜酒 這個酒味 這幾個會敲農的 這趟旅程下來啊 認識了屏東的咖啡 而且屏東咖啡真的是 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我剛剛吃好飽 好飽 飽到一個不行 因為它太好吃了 然後我就一直吃一直吃 快的時候停不下來 那既然的話屏東咖啡 這麼好吃 這麼厲害 就是大家7月6號跟7月7號 就不能錯過屏東的咖啡節吧 然後也可以順便來試集完 最後影片的最後 要記得留言來抽獎 我這次喝了之後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日曬咖啡 酸酸的日曬咖啡 那記得來抽獎喔 來一起品嘗一下屏東的精品咖啡的好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